昨天晚上在新北市淡水区的街道上可是相当不平静 连续发生两起严重车祸事故 除了中正东路二段有预办混离土车 疑似刹车失灵导致虚控反覆 另外到了深夜11点 在新春节也发生了一起车辆对撞的车祸 还好两起车祸都只造成轻微差错伤 没有生命危险 昨天晚上在新北市淡水区的街道上可是相当不平静 连续发生两起严重的车祸事故 虽然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但也是影响到附近的交通 在下午五点左右中正东路二段143巷 有预办混离土车翻覆 经过远景道场了解 56岁的省性驾驶的预办水泥车 从巴士路往中正东路行驶时 疑似遇到下坡刹车失灵导致失控 经我们警方道场了解 56岁的省性驾驶 他驾驶的预办混离土车 由巴士路往中正东路的方向行驶 一次因为遇到下坡刹车失灵 导致失控打滑 插撞旁边的45岁女性中级车行事 因为刹车失灵 他怕如果继续沿着斜坡往下滑的话 会造成更大的公安意外 所以他就是撞旁边民宅的墙壁 然后让车子停下来 水泥车驾驶向警方表示 当时先是打滑插撞到路旁的机车骑士 进而滑行插撞到一旁的民宅岛去车身倾倒 索性整起事故 只有两位驾驶受到轻微差错伤 双方九侧职都为零 而另外到了深夜许一点在淡水新春街也发生一起车辆对撞的车祸 是一名26岁的成姓自小客车驾驶 行经那个新春街的时候 也是因为谎生所以跨越到对向车道 导致撞上23岁高性驾驶所驾驶的货车 导致货车的右前车头为损 然后自小客车它的车头也是全毁 然后成姓驾驶的脚步撕裂上 双方九色池都是零 然后查自小客车没有 车上没有任何的违禁药品或物品 远景到了新春街之后了解 发现这名26岁的成姓自小客车驾驶 向警方表示当时疑似恍神跨越对向车道 与对向货车擦撞 才会导致货车右前车头损毁 而自小客车车头全毁 造势诚信驾驶脚步撕裂伤 双方九车值也都为零 还好两起车祸都只造成轻微擦挫伤 没有生命危险 记者许端一到去采访报道